拿著花筆在餅長作為 東亞國修今年花費創意 眾人對未來的夢一筆一筆花在餅長 讓王本白色的校舍變成五菜平分 我們學校有很多課程 像是僑藝、茶道和植物解說很多的課程 然後我們就是 學校就是為了讓我們學習那麼多 所以我才會想要畫超人 希望說他們畢業之後 他們對於未來的一個夢想 他們未來的一個什麼夢想 然後透過這個筆畫把它畫出來 一般學校都是用圍爪 但大學國修將校舍當作圍補 讓圍爪生留下他們的天真到外面 雖然圍在背上有他的難度 不過比起圍爪竟有特別的意義 今年三位圍爪生分別在外面 哈利波特以及超人 來表達出他們的夢 紙上作畫的話 因為紙有的時候 滴到水很容易破掉 可是牆的話必須要用一些工具 或者是別的東西才可以讓它摧毀 所以在牆上的話 比較可以留著比較久 最好玩的地方就是畫它圍爪 因為圍爪它一格一格的非常有趣 而且 而且 而且是非常有挑戰性的一個地方 一片一片的表演 天然學生可愛的一面 學校自從99年開始 讓平學生做會創作多表演 除了身為學校的整體的技術 也讓人家老學對學校沾起的經驗 大家學中老友先支持 人家心動活潑來創作 也以外地就有些喜愛 成為童話地區日本景點 我們一般的學生 我們都是用全開或者半開 四開的圖畫紙來創作 讓我們圖畫吉祥 要讓更多人看到我們孩子的創造力 經過這樣四年以後 我發現很多很多遊客來到學校 會把我們學生創作的這樣的一個壁畫 當成一個拍照留念的一個剪點 我覺得也是相當的有趣 通過這麼可愛的創作 無論過多少年 都會是平衡心想難忘的回憶 看到自己創作的大拼圍 也會想起過去在好好生活出味的故事 去吃豬肉 掌握報道